你好,我叫哥斯奇娜 我是来自一个充满神秘思采的国度 就是俄罗斯 说到俄罗斯,大家是不是以事件聚想到 森林,大充满,我们的总统 我知道,但是今天我想带你们 走进俄罗斯文学奇妙的时间 还谈讯一个让武术人心持胜著的主题 就是爱情 哎呀,爱情真是一个神秘的题目 它让使人陛下的东西变得如此鲜活,如此动人 菲尔多尔多斯托耶夫斯蒂在他的最愚发的作品里写是这样的 我不能得到你罪念 我是罪人 我是犯罪者 那你是商量与无故的光量 但是我承诺我要改变自己 我明不止些罪念 因为你是我的拯救 你是我与上与爱情的世界联系 最后一个女太 没有你我就会消去 我就会失去我的灵魂 这个作品写的美积了 让我们觉得爱情是一种光亮照亮 人生每个角落 托尔斯他老爷爷也是爱情的大咖 但是他觉得爱情是神秘的意义 人类的最高命运 在他的作品 张正宇和篇里 爱情是广传室中的主题 但现在是这样 爱情没有规则 因为爱情是整个生命 爱的人不会老去 是因为爱情是永恒的 哎呀听起来很浪漫啊 对吧 因为他让我们觉得爱情是 一顾永不孤结的源泉 但是说尽爱情 当然不能不替我们的饿死温血 一个伟大的食人 就是亚历山大补习镜 因为他看的爱情是比天还高 比爱很神的东西 他觉得爱情是神秘的 不可触碰的 无尽之美的东西 好像亚历山大师是 爱情食人里的一个魔法师 因为他会用文字 把爱情描绘的数字动人行破 但是我要说爱情不是一个魔法 是因为爱情是整理 想要了解爱情的整体 就快来跟我一起阅读 俄罗斯文学的作品 因为我保证你会找到所有的答案 谢谢